行政長官梁鄭英說,高興見到不少年輕人參選區議會 願意邀請他們加入政府的委員會 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特區政府都願意在不同的資訊架構裡面聽取他們的意見 是否透過加入一些常規性的資訊架構去講呢 暫時見不到這個需要 因為如果你說加入青年事務委員會 就只是想了解一下你們班人搞這麼大堂的事情 其實你們在想什麼? 其實都是拔拿來擺一下 我叫做收納了你在建制那裡 如果純粹是一個招安的動作的話 其實沒意思的 我2003年選到的時候 我底下選到 我的感覺就是 我死了 怎麼辦呢? 未來14年我怎麼辦呢? 但是 我的生存方法 就是我在我的議會裡面 其實我是找到朋友 我的議會外面也是找到朋友 那些朋友不一定是政黨 他們可以是所謂非政府團體 藝術的團體 而我所謂議會裡面的朋友 也不一定是民主派 而是一些大家的思想理念 其實都比較接近的人 我們就算政見不同 在很多社區的事務上面 其實都是可以合作 因為自己沒有政黨 沒有資源 金貝偉說 區議員的工作相當辛苦 做了一屆就沒有再做 他寄望今年的散兵 如果想為社區帶來改變 就應該走出區議會 政黨政治的框框 最終的一屆就不會